我黑子,红跳马,冲炮 红跳鞭马,我平炮侍底 红想唱,我跳正马 红想事,我出轨捉炮 红出轨捕炮,我冲着轨去何言 红平炮对轨捉炮一锅吃他的兵 冲出轨捕炮,我贪吃他的兵 红炮押着马,暂时不理他,把轨捉回来何言 红出轨捕炮到时捷炮那边 红出轨捕炮,我把两只居白在一起 究竟他干什么呢? 我无理不理,我平开一步炮 准备上杖 用炮,走上一步打我的炮 我再加上杖 其实他这招应该打我的杖 我唯有吃他,他就杀我的马 我杀他的鞠 不过他会大批两家换 他会赚了一只杖 不过他可能想想,下一步先上马 再说 你不吃,我就不让你吃了 我就跳拐走马 我踩他的炮 炮退上一步 准备打我的忠筑 暂时不理那么多 冲一步忠筑才说 其实这个时候,我就应该用炮打他的商居 我没有走这一步 他也没有发现,就平开一炮 往先兵下面 我这个时候打他的商居 最好的办法就是打中族将军 把马杀他 现在依然是打他的鞠 他不可以,因为我连环炮 出鞠做我的马 我想了很久 运居宝也可以 把马挑上来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他虞来拐住我 他拐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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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住我的居马 他们拐住我 他拐住我 拐住我 他拐住我 没有办法 这时候 他拐住我 我拐住我 我拐住我 直呼一步 准备再加一只马尼莎 谁不知他就中计了 这个时候我突然杀了他的仗 因为我将军他就死了 他现在唯一的办法 他现在唯一的办法 吃我的马 吃我的马就会用炮打他的鞠 即是他没有办法 或者没有看到 鞠远走去吃我的鞠 我跳马饿吐 一步就死 这招就是 戏居 夺衰